最后罐头,小黄回想起了叶辰的身影,心里振振悲凉。 幸好此时他已经炼化掉了白骨舍利的记忆痕迹,成功阻止报信,算是功德圆满,就算是死也不会留下太大遗憾。 当下小黄就想自报经脉,牺牲自己,但不料嫉妒魔军早有察觉。 你想自报,问过我没有? 嫉妒魔军冷哼一声,手掌连连掐绝,道道法印落在小黄的身躯上,硬生生截断了他的血脉联络,阻止他自报。 不好,小黄神色顿变,却再也不能自报了。 孽畜,给我献祭了! 嫉妒魔军爆喝一声,寄天阵法冒出浩瀚的魔光。 一道魔柱从夜幕天空降落,照耀在小黄身上。 小黄的气血疯狂地燃烧着,眼看就要被寄天。 住手! 突然,一道娇喝声响起,只见一个白衣女子骑着一头漆黑灵兽,浑身如有霜雪飘舞,持剑飞绿而来。 她的剑身上还沾染着鲜血,显然,这片峡谷的天魔地子已经被她屠戮殆尽。 而嫉妒魔军并没有听到屠杀的声音,可见这白衣女子的手段有多么的灵力,多么的迅捷,杀人如斩草,不闻丝毫风声,连她都没有察觉。 这个白衣女子正是卫影。 卫影推演到了小黄的踪迹,便迅速地追杀过来,刚好看到小黄要被寄天。 姑娘! 小黄看到卫影的身影目光微微一缩,卫影的气息足足达到了天神镜六层天,甚至接近了七层天,可谓是非常强大。 但嫉妒魔军足足有着天神镜七层天,比卫影还要高出一筹。 在天神镜,就算只是相差一层天,差距都是非常巨大,简直是天壤云泥。 而且嫉妒魔军,魔帝双修,神通冠绝万古,手段非常厉害,卫影更不可能匹敌。 小黄深深地担忧了,她很清楚卫影再厉害,也不是嫉妒魔军的敌手,如果打起来几乎没有胜算。 卫影纵身飞略一箭刺出,极致的剑光斩杀天地,顿时,祭天阵法破碎,魔器覆灭。 小黄也不用被祭天了,但她的危险并没有解除,因为嫉妒魔军还站在这里。 绝寒地宫?你是绝寒地宫的弟子? 基督魔军眼眸威宁,她见识非常广播,一看到卫影的剑气,就知道她是绝寒地宫的人。 不对,不是弟子,一般弟子哪有如此修为?你的气息如此的强大,足足有天神镜六层天,你至少是核心长老级别的人物,甚至你就是绝寒地宫的公主。 基督魔军手掌缩在袖袍里,不断地推演着,想要推测出卫影的身份。 但卫影的气息太过神秘,她也窥见不到什么。 天魔罪你,给我死。 卫影美眸一寒,没有丝毫废话,直接一箭爆杀而出。 她感受到,基督魔军的气息正处于虚弱,是她斩杀的大好时机。 基督魔军脸色淡然,退后了一步。 她刚刚动用天魔降龙印,这是三十三天鸿蒙古法需要耗费巨大的气息,她还没有调息过来。 面对卫影的斩杀,顿时陷入危机。 众弟子听令,给我杀了此女。 基督魔军却没有丝毫慌乱,一声呼喝,身后的山鹤间便冒出了一条条魔气冲天的身影,狠狠地朝着卫影杀去。 这片峡谷是天魔族的一个领地,聚居着大量天魔强者。 刚刚卫影斩杀的只是外面的小喽啰,真正核心的强者此刻才现身出来。 就见数百个天魔强者密密麻麻,遮天蔽日,如黑潮般的碾压下来。 顿时,卫影脸色大变,如果单打独斗,她随手一剑就能斩杀天魔。 但问题是数百个天魔铺天盖地地笼罩下来,气息连成一片,如乌云盖顶,着实不易对付。 乌云,你先出去。 卫影担心乌云出事,先放了她出去。 公主,我们快走吧。 乌云看着漫天的天魔身影,心里顿时震撼。 她很清楚,卫影的处境非常危险,如果战斗起来几乎没有活命的可能。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逃脱出去。 不,小黄就在眼前,我岂会逃脱? 卫影美眸伶俐,她很清楚,小黄对叶琛非常重要。 既然寻到了小黄,她绝不会抛弃不管。 乌云满心焦急,眼见天魔杀盗,她只好慌忙地逃到了外面,免得拖累卫影。 数百个天魔如黑潮炼狱般呼啸而至,嘎嘎地怪笑声,在天地间回荡着,滚滚汹涌的魔气不断肆虐。 天上地下仅是漆黑的一片不见无止。 杀! 卫影竖起长剑,轴然挥剑杀出,一片片森寒的剑光如闪电穿云,四散斩掠。 周围的天魔遭到他剑光的斩杀,顿时发出惨叫,被斩得魂飞魄散。 但天魔的数量实在太多了,简直是杀不胜杀。 卫影阻拦不住,顿时遭到群魔的袭击,衣衫都被血色覆盖了几分,目光一扫尽是血痕。 敢孤身闯入我嫉妒魔君的地盘? 哼,谁给你的胆子? 嫉妒魔君看着卫影狼狈的模样顿时冷笑起来。 这片幽魔侠是天魔的领地,不知隐藏着多少凶险。 但卫影直接孤身杀进来,真是胆大包天了,完全不把他天魔族放在眼里。 既然如此,嫉妒魔君不介意把他碎尸万段,让他尝尝得罪天魔的代价。 气息调转间,嫉妒魔君渐渐恢复,但他覆手而立并没有出手,因为他手下的天魔强者足以把卫影撕成碎片。 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丝余度白,天亮了,但卫影却看不到丝毫亮光。 在数百个天魔的袭杀下,他眼前尽是魔气,尽是漆黑的雾碍,完全看不到一丝光明。 姑娘! 小黄看到这一幕不禁咬了咬牙,很想去助战,但可惜他手上太严重了,已经不能动弹分毫。 该死。 卫影银压紧咬,挥剑连杀之下,他脚下铺满了天魔的尸体,但天魔数量太多,而且还有新的天魔,从峡谷深处飞出。 他就是杀到手软,也不可能杀尽。 绝寒帝宫,神通怪事,给我镇压了。 危急关头,卫影轻贺一声挤出了一滴神光璀璨,无比浩荡的精血。 这是上古时代第一任绝寒帝宫公主,绝寒帝尊的一滴精血。 帝尊精血一出,顿时灰红的地光如天雷闪电般的弥漫而出,狂暴地毁灭气息几乎要碾碎整个天地。 什么? 基督魔君看到这一幕顿时瞪大眼睛,想不到卫影居然还有底牌。 就见周围的天魔尽数遭到了帝尊精血的碾压,身躯暴碎惨叫连连。 瞬间被碾成了黑雾,飘散天地间,彻底魂飞魄散。 也就是一眨眼的时间,数百个天魔全部灰飞湮灭,没有留下一点痕迹。 卫影的眼眸终于看到了光明。 一丝丝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她的身上,她浑身浴血持剑而立,神圣孤傲如仙子显出无上的威严。 居然能暴逼到这个地步,你就算是死,也足以自豪了。 卫影冷眼看着几度魔君,这底尊精血是她的底牌,现在挤出来虽然灭杀了天魔众强者,但精血的光芒也在迅速地暗淡下去,很快就要消散。 地尊精血疯狂燃烧着,释放出滔天的能量。 卫影手中长剑顿时绽放出无比凌厉的神光,一剑斩出,剑气如宇宙星河,灰红滔滔,不可抵挡,只展几度魔君。 很好,原来你得到了那位掌控无上神秘的绝寒地尊的传承。 可惜,你我之间实力差距太大,你不是我的敌手。 几度魔君目光阴沉,看着卫影一剑杀到,并没有丝毫慌乱,缓缓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剑,挺剑杀出。 一抹滔天的魔气在她剑身上凝炼,还有浩荡的大地金光,也在炸裂。 这一剑居然融合了地魔两道的神通,显出了无比强横的气息。 两剑交击,顿时卫影被震退了十几步。 她融合了帝尊精血的一剑,居然敌不过几度魔君的随手一击。 强大,此人的实力实在太过强大。 卫影美眸凝重,如果只是单纯差了一层境界,她依靠帝尊精血的神威还能勉强弥补。 但这个嫉妒魔君身份非同小可,她不只是天魔大祭司,还曾经是帝渊殿的弟子,和帝渊殿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。 此人的神通,帝魔双修,管绝万古非常之厉害。 这一下交锋,卫影就判断出,自己和嫉妒魔君的实力差距实在太过巨大,几乎没有胜算。 放下兵器,我给你一个痛快! 嫉妒魔君持剑望着卫影冷冷道。 拼了。 卫影暗暗咬牙,竖起长剑,剑身贴着鼻子,胶躯如雕塑般凝立不动,丝丝缕缕古老的鸿蒙气息, 渐渐地从他身上弥漫而出。 他望着嫉妒魔君的身影,便如望着高山大跃,想要战胜只能动用最后的底牌。 这,这是…… 嫉妒魔君感受着卫影身上的气息,原本平淡的脸庞顿时变了颜色。 三十三天鸿蒙古法,你居然也会这三十三天鸿蒙古法! 嫉妒魔君头皮发麻,顿时惊呼。 揉咬牙写便当屈也会犯害 仲人这个终 becomes nullStation。 第三次手ove故事欉吻山傲義疾磯我们阴 up 心灵犯了压器材殖移疾斚,和 inim贵犯损。